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微博 小弟早前十几年前 都用过微博 后来被微博小秘书警告 贴内容违反什么规则 很多时候你认为自己的帖子出去了 其实外面的人完全看不到 后来我双声就说不玩 浪费时间 当然我的东西可能是犯忌的 香港也不少有人用微博 特别那些爱国人士 比如那些艺员 拿槍的江头警察 在微博在大陆的粉丝多得不得了 以十万计 以百万计的粉丝 当然他要在大陆演出 要走红 要人识 要直播带货 你用微博 宣传是很重要的 香港人 我们的听众 观众 都可能有部分人用微博 如果你用微博的话 你要告诉我 因为最近微博宣布了一件事 将会在所有留言和已经验证的个人账户上 著名用会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 如果上微博你会看到 哪个网红 然后说他的IP address 是在哪里 前几天已经生效了 不过网民就客然发现 原来他的IP地址不是在中国大陆 这班外国的网红 这么厉害 原来IP地址是在外国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微博是这样说的 因为俄罗斯和汪能打仗 那时候宣布 会在这次 冲突的相关的帖里面 标明 发帖者的所在地方 IP地址 后来 将这个措施 扩展到 平台的所有的帖子和留言 即是说 无论你是 那个微博的 拥有者 还是留言的人 都要注明你这个拥有者的IP地址 在哪里 留言的人留言的IP地址 以防范什么呢 减少冒充热点事件 当事人恶意造谣 用来增加流量的不当行为 即是 所谓的透明度高 有些人说像裸跑 好像不穿衣 出来跑 什么人都看了 什么都被人看了 全照 这个事出了之后 就出现一个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 但是微博的措施 只是限个人 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的机构的账号不受影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它是在中国的IP地址 为什么不可以 说你的IP地址在哪里 不是说IP地址的 号码 你在 中国浙江 中国上海 中国北京 不是说号码 但是 出了之后 网民就发现 很离奇的事件 亦都很可笑的事件 譬如如吴京 吴京就是战狼系列走红 大家知道 快我中华虽远必诛 发现他的IP地址 原来不是在中国 是在泰国 为什么吴京的IP地址 会在泰国被人吸图出来 IP地址 IP属地 泰国 为什么呢 大家有个疑问 熟悉情况的网民 我的听众观众 请告诉我 我会提出一些疑问 解答一下 不单止 不单止是他 还有 还有 帝巴 帝巴官媒 帝巴出征 这个出征境外势力 扬言 所到之处串造不生的帝巴 好像跟人家奶茶亂盟 大家斗到 落花流水的帝巴 这个帝巴的IP地址 在哪里 原来不是在中国境内 是在台湾的 拍出来的帝巴官媒 官方微博 IP属地显示是中国 台湾 被人织一图出来 网上就讽刺 帝巴在弯弯 这是帝巴出征的帝巴 这不是1450 行走的50万霸 1450好像是网军的名字 杨科掌立功的机会到了 让那些小粉红情何以堪 微博是来拆台的 露出他的真面目 露出他的传相 原来他是中国台湾 有没有假冒的呢 可以讨论一下 帝巴官媒被点名之后 突然之间把IP地址 转了成中国香港 日本 不是中国日本 日本日本 和中国浙江 然后有些网民就说 当你发现帝帝在台湾时 不要京方不要怀疑 他正在坐上1450的祖墳上 当你发觉帝帝在香港的时候 不要京方不要怀疑 他正在蟑螂的祖墳上 当你发现帝帝在境内 不要京方不要怀疑 他正坐在工资的祖墳上 当你发觉帝帝在日本 不要京方不要怀疑 他正坐在 靖国神社 爆炸为止 当你发现帝帝在火星 不要京方不要怀疑 那是震敌 大陆的网民的创意 真的无限 这是 第巴官媒 另一个 批评 日本批评 美国 美国 说到 呼吁 那些移民去日本的人 你不要去 你遲早 被奥母真理教的人 毒死 那位叫做联岳 知名爱国大V联岳 被人发现什么呢 他的IP地址 原来是在日本 反日反到出了调 这位 大陆的 知名爱国人士 他的IP地址是在 日本的 有网民就留言了 在你描述底下 中国这么好 为什么要抛弃 去了日本 抛弃中国 联岳就回应了 这 旅行不行吗 旅游不行吗 我不可以去旅行吗 联岳这个回应之后 网友就叫做 打眠 打脸 日本发生疫情之后 根本没有开放过旅游签证 好像最近会开 五月 现在都五月 五月初 好像说五月中五月底 他说 没有开放旅行签证 你去什么旅游 接着他就说 改口了 去日本是看病 美的是医疗签证 强调下个月就回到中国 我生是中国人 死是中国鬼这一点是永远确定的 不会改变的 我觉得他和这个网友的对话 已经是 传遍了中国的社群 有很多账号上 管理美国英国日本等博主 天天发 微博的文章去批评 在IP IP address里面 露了下 自己说在美国 在英国或者日本 原来他根本就不在那里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我是专家 我在美国生活 我在英国生活 我在日本生活 我才能够了解这个国家 有资格批评 谁知道 微博 出了IP地址之后 发觉原来他不在美国 不在日本 不在英国 不是在 西方的世界里面 不是在西方阵营的国家里面 原来在中国境内 作为自己 是在那里 你说自己在那里 批评 地方 这件事 网友 就说 这个微博 都骗了 暴露了这班人的真面目 说自己爱国的原来你根本在那个地方 批评那个国家根本在那个地方住在那里,可能是买了大屋 有啦,有很多外国那些 即是你所谓这个网上的大V 展示自己在美国的豪宅究竟有多大 但他就批评美国,被人笑他 你在水深火热的国家里面 买人的物业 你水深火热到可以赚到那么多钱买豪宅 被人笑到他面都黄 所以永远都是这么说 反西方反美就是工作 留美留在西方 就是生活 他不单止是自己反西方反美的工作赚钱 在反的同时就将自己的子女 送去西方国家读书 拿人家的护照 留在这里不回来 这种情况不单在中国大陆是这样的 虚偽,偽善到不得了 香港的官员很多都是这样的 最好就说多些出来 立法会员、官员 究竟他自己 选什么都好 选特首也好,语言也好 你没有外国籍 你的子女、你老婆 究竟有没有外国籍 最好都拿出来说 是吧 这个照妖镜来的 将微博 显示他的IP address 好,现在要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 各位熟悉情况有告诉我 用VPN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 隐藏自己的来源地 你用VPN 上网发帖的时候,可否隐瞞到 你的IP地址 即是你用VPN的原理就是 例如我在香港 我可以用英国的VPN 英国的IP地址 可以隐瞞到我不是在 香港而是英国 反过来 我在英国又可以用美国的IP地址 于是 隐藏了我英国 地址的身份 告诉别人我在美国 可以吗 为什么呢 如果用VPN会不会影响到标示地区的准确性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IP地址是什么来的 这个 伺服器 指派给每一部连线到网络的电脑 或者是手机的独特号码 理论上如果得到完整的IP地址 就可以追踪到这个电脑和手机的位置 判断到用户身在 何方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就是用省份来标示在微博 譬如说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又或者 中国浙江 中国上海 外国就是以国家地区来标示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这件事 微博就出事了 这样说 暴露了外国网红的真面目 香港的外国网红 又有出事了 我都说过了 西门子 被发现他的Twitter 被很多 半裸全裸的 西洋美女去追踪 去follow 而他亦互 互相follow这些半裸全裸的西洋美女 搵食真的很艰难 有时自己的本能 是暴露出 自己的真面目 出来解释就说 我们互相follow 为了增加流量 Block了他们 有伤风化的东西 那些半裸全裸的Twitter 根本就是做什么 可能是 搵食 人有人去 进去 然后 有没有交易 有没有性交易 不要解释 这个解释就是掩饰 不要解释 如果误进去 那就断了 unfollow 最简单就是 在小粉红的网上世界里面有很多丑谈 你要 越掩蓋 这些情况就会越暴露 这次微博事件 反映到这 香港的这些 五毛小粉红 KOL 蓝营 KOL 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 今天这条影片 继续支持我 非常支持我心直口快的channel 继续看 我太太的复画 多谢你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